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逢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陳奇聊天 她亦叫做胡思拉 胡樂妍的太太 網上有不少粉絲喜歡看她 分享臭仔美容家居提示 她讀完演藝學院後加入TVB 一直演小角色 她說自己戀愛大過天 2009年戒給胡樂妍後 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這位主婦年輕時 做過YES Magazine的城市驚喜美女 聽她說說少女時代的往事 藍田山上的房子要走上山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幫人塞衣 塞衣我們要剪線頭 我小時候六七歲開始會剪線頭 那一袋紅白藍膠袋 去觀塘坐巴士拿泥 要上山 媽媽一個人拿不到 我帶著妹妹只有三歲 拖著妹妹幫忙 媽媽托著底下走上山 為何會到演藝學院 以前你記不記得有一本雜誌 叫YES Magazine 是的 我的年代很流行 話說在街上走 女生十八無醜苦 個個都是青春少女 在街上走 有個男人走過來 好像那些 我以前經常都拍《平星》 那些聲嘆 真的有的 走過來 小姐小姐小姐 可不可以幫我們拍雜誌 所以我很記得 有一個人叫Joe 就打電話給我 就跟我談電話 講經歷 幫我做一個小的訪問 接著呢 講了很久 談了很久 接著就再約我 上他們質如沖的辦公室 做完那個訪問 做完那個訪問才拍照的 那次我們是這樣 我才知道那個是偽真 我真的是一個 對這些是沒有概念的人 讀完演藝 演藝就會給你們一個途徑 去亞視 無線 去見工 當時呢 我又真的去見工 又見了 又真的去聘請我 我那次的訪問 我演得很好的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做得好 因為我和那些香港小姐一起做 我覺得 咦 沒有對手 因為 畢竟我都讀過那一下 雖然我在學校的成績是很差的 我們演戲比我更厲害的人 應該我都算是最差的那幾個 大部分都比我更厲害 我也是最差的那幾個 但不知為何那天很幸運 我第一套劇先生貴姓 七奇異的 我都駕駛 我還去問七奇異 你為甚麼選我 他說 我看過你演戲我喜歡 是 去年重播 是啊 那些人經常說 那時候我才只有22歲 我做了羅家良的老婆 之後就上上落落 那些角色有時候 因為始終我不是受力捧的那些演員 我又不懂得怎樣去幫 你知道 我連珍姐都不知道是誰 那一刻 有一次笑話來的 這個真的 我想好像沒有講過這些笑話 話說我們就拍梅小青一套劇 就要去電台做訪問 就有一個主持人 就跟我們做訪問 那個主持人叫韋家晴 知不知道是誰 陳志雲 沒錯 真的很好笑 我是不知道的 但那時候已經入行幾年了 完了訪問 我一走出錄音室 我就說 哇小英姐 那個主持這麼厲害 為什麼TVB會給他們看劇 就是他們要看完我們整套劇 才可以跟我們做訪問 這麼厲害 然後她說什麼 你不知道他是誰 誰 他說 陳先生 我是總經理 哦 是啊 不懂 你想想 你想想 我做了幾年 然後你就會問 這個演員到底在做什麼 在做夢 陳琦演了很多年小角色 她總結自己好像一塊魂 就是她2002年拍九五字尊的時候 認識到做她弟弟的胡樂妍 兩個人開始拍拖 那一年那套劇就認識了我老公 認識了我老公之後 我就做了一個很奇怪的決定 不接受人訪問 那天開始就不再接受訪問 原因呢 就是保護愛情 因為我覺得 那些人是很喜歡去問你感情生活 現在就可以很大聲地告訴別人 我結了婚生的兒子 以前很奇怪的 就是藝人的感情生活 是不被公開的 那我經常覺得公開 那段愛情 就很難走到最後 開花結果 那我也是那些戀愛大過天的人 我們拍劇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想過跟她拍拖 當時真的沒有想過跟她拍拖 去到她追求我 她就在她生日的時候 就約我吃飯 那時候我剛剛那段日子 就想簽經理人公司 因為覺得自己 去到這個時候 要再走得遠一點 是要簽經理人公司的 我剛剛簽了她的經理人 其實當時跟她約吃飯 純粹是想跟她拿料 我想知道你的經理人做到什麼 可以幫到我什麼 就跟她拿料 然後她就說 不如我生日出來吃飯 她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男生 很想介紹她給我的好姐妹 我經常跟我的好姐妹說 有個男生可以的 這個男生不是那些出來煞煞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大家研究一下誰適用拿去洗 那些 那當時你怎麼也知道自己下了 我是一個維持著迷惘的人 無論是工作和愛情上 我也是維持得 挺貫徹始終的 話說有一次 就有個男士送我回家 我又不知道她什麼 就是我不知道她 因為是朋友的朋友 我是不會知道別人什麼來頭 她載我回家 讓我媽媽看到 我媽媽明天就打開報紙 你哥媽 是啊 當日我不是選擇我老公 我是選擇了一個副家子弟 可能我們分手十萬九千次 然後又重複 重複和這些人 一直在糾纏 然後到最後 屈一不歡 又或者可能做出一些 令到自己很傷害自己的事 那阿虎仔 你最初就說不是很適合的 但是又選擇了 這個原因是怎樣 很可愛 那時候 他追求我 我老公真是一個很好的男人 是啊 因為我身邊真的太多人追 當時我都會計算一些男士 有幾多人想跟我天長地久 有些是誰想佔我便宜 我當然知道 你想佔我便宜 你謹小指矣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懂得保護自己的人 那我老公就提議想追我 他真的都很開門見生 那天我就問他 拍拖追女生 因為你知道娛樂圈的男生 都很花筆的 還要長得這麼英俊 但是我也想測試一下他 那我就問他 在你的世界裏面 追女生是怎樣的 拍拖是怎樣的 他跟我說 他突然間給我一隻手 我說你給我一隻手 他說 那他就 類似捉著我的手 那就是拍拖了 然後我說 哇 你都挺單純的 我到一刻 我說你都挺單純的 那我就覺得 跟一個這麼單純的男生 一起 那是沒有壓力的 因為其實我都見過一些 生活環境好一點的男士 他們的生活圈子 縱使他們走進去 當我不是他女朋友 但是人家都會介紹你是他女朋友 今天我帶了我女朋友來 那我也不會解釋 我不是的 還不是的 你不會這麼說的 對不對 我們就給禮貌 笑一笑就算了 我坐在那裡 我都看著其他人投懷送抱 那我就心想 嘩 我做不來的事 我輸了 反過來 我老公真的不讓人投懷送抱 他很介意那些女生向他投懷送抱 所以我覺得很安心 其實兩個人的關係長久 我覺得一份安心是很重要 陳其和胡樂妍在2009年結婚 大女、二女、三兒子分別在2009年 2012年和2016年來到胡家 現在觀眾對胡思拉這一家都相當熟悉 那我就很支持他 很支持他 他很開心我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兩個人 可能我們自己本身都簡單 不是特別好大 很多生活上的要求 因為他很少和朋友出去吃飯 喝酒 很少夜生活 我記得之前被朋友笑過一次 他們約他去吃飯 我老公就不去 他就說 是我不讓他去 其實就不關我的事 其實他根本上就不想出去 因為他覺得回家 就在家了 就不想出去 但是他要找藉口 最好的藉口當然是抓我出來 但是我便變成眾志之敵 那次之後 他的朋友見到我便笑我 你今天又用一條鐵鏈綁住他 我想想 嘩 都不是我不讓他去 是他說不去 很明顯你們不分離 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胡思拉 做了一個 思拉仔 又可以照顧到 家裡四個老人家 又可以照顧到小朋友 同時間 老公又願意將時間 你記住 男人有很多事情 他可以給你很多事情 有一件事是很難拿的 時間 你要一個男人給你很多時間 是很難的 但是我老公是一個 他願意放棄自己很多事情 他將所有的時間都給我家庭 這些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是最幸運的 就是我真的 我不需要你給我很多錢 但是我真的需要你給我很多愛和時間 正正他就是一個可以給我這個事情 所以我都覺得是幸運的 是不需要去逼他的 不用 不用 我都說他上班我不打給他的 有時候他不開心 他會跟我說 他說為什麼你不打來的 你在做事嘛 在做事打給你做什麼 他說你差不多下班我就會出現 他差不多下班我就會打給他 我們下班就要吃飯了 要不要等你吃飯了 還是今晚留送給你 我們會講這些話題 其實我的話題很苦悶的 沒有什麼驚天地一鬼神的事情 我們沒有的 我們很平淡的 但是我們的平淡 都能保持初初認識的那種感覺 很有趣 這麼厲害 今年第20年 你經常都稱他為男神 是啊 不是嗎 又fit又帥仔又顧家 這個男人在香港其實不多 但會有一個壓力就是 很多女人會撐住他 但他不撐女人嘛 所以不用怕 女人撐他不要緊的 他不撐女人嘛 所以我就不怕 但會有另一個壓力就是 他經常都不老 他樣子那麼亂 是啊 這個真的棄手 這個真的拿你命 有一天我奶奶跟我說 記記你要保持一下 好不可以嗎 然後他就說 你看看你老公 嘩 我老公什麼事 其實我自己不覺得的 你知道兩夫妻 我老公也不介意我 但是 當身邊的人提醒你 我媽媽 兩個人相處得久 你就是有諸無孔 舊救急急急 整個司法 那是你老公 我媽媽和奶奶 經常提醒我 雖然我做得不夠好 但是 我老公暫時都不太介意 再過兩年 我不知道 試了 陳琦在2017年離開毛綫 這幾年在網上分享 臭仔美容家居的貼士 有不少支持者 無心插樓做了主婦級KOL TBB不讓我續約 發生什麼情況 他們切鬆切得很厲害 他有一次類似電話跟我說 一年都錄一個show 原來是很流行的 一年只有六個show 真是搞不定 一年只有六個show 即是 一個月只有半個show 一個show 多少錢 大哥 我當然是不讓自己綁住 在網上逐漸能夠發揮到功能 C9那個 你從何時開始去打造 不是我打造的 其實應該是粉絲打造 我哪有本事打造 多少人想自己去打造 是打造不到的 是粉絲對你的信任 然後才慢慢走到 一步一步走到現在 慢慢發現 我覺得分享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有人認同你 然後就開始有人在 一些粉絲在inbox上 經常問你 我老公就開始吵吵 晚上你還在回覆 11、12點 還拿著手機 和你一起回覆 我覺得別人問你當然想知道 你明天好像說 大哥可能他在等你 他是和你唯一的溝通途徑 回覆得多 然後我發現 開始有人認同自己 事實上是很樂意去做這件事 而且我發現自己真的改善了 我生了我第二個女兒的時候 我的身體狀態是最差的 再加上那個時候 有一次小產 女人又真是蠢 其實我身邊才發現 原來很多女性 是很不懂得照顧自己 真的很不懂得照顧自己 我小產我不知道要坐月 其實小產和生兒子是一樣的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但我小產完第二天我就上班 有沒有一個傷心在這裡要自己處理 有 因為我用了好 我睡了在醫院都整個幾星期 就是打算去安胎 到最後都不成功 是有個過程 是真的有個過程 但是你不能夠永遠都停留在那裡 那一刻其實我都放棄了 再生育的這個念頭 因為當時我記得那次小產 我差不多沒有命 因為是血崩 整個床都血 不止 那個醫生是要切我子宮 那個醫生進來 不是要幫我安胎 是幫我切子宮 外科手術醫生 我介紹你 這個醫生是要幫你做這件事 嘩!那一刻我真的瘋了 我老公還沒回來 我就說我當然不行了 我那時候 其實我已經暈倒了 因為我血壓下降到 不知道只有五六十 很低 輸了幾包血 因為我血崩得太厲害 止不了血 血崩得太厲害 然後我就跟那個醫生說 不行的 陳其不去的 你醫院那裡 不見了我的子宮 我這樣跟他說 再不做手術 你死在這裏 就是A一頭條 那他見到我這麼堅決 他就用了最後一個方法 最後一個方法 他就說 我現在用最後這個方法 跟你試試指不指到血 如果指到的話 就可以保住 但是日後可能有很多後遺症 那我們要研究 那我說接受 所有東西都接受 當一刻他就做了一個決定 用了一個氣球 放在我子宮裏面 氣球 氣球 聽都沒聽過 但是我學到東西了 原來是這樣的 接著把那個人倒轉 我在床上不是這樣睡的 神經病 頭在這裏 屁股在上空 會被人躲著在那裡睡 那就睡了一個星期 這個就叫做最後方法 最後方法 那一晚指導血 我一圈一圈升上去 我問過那些醫生 那些醫生就說 我應該不可以再懷孕 不可以再懷孕 誰知道波仔是 無端端 我還跟那些女兒去滑雪 滑完雪回香港就有了 然後我跟我老公說 很害怕 那為什麼 我說能不能搭穩 那時候我很記得 真的很大壓力 看了很多醫生 直到她出生那天 我很記得 在醫院那裏 我們簽了新死狀 真的簽了 因為大家預計不到會怎樣 我簽了幾份 幾份新死狀 因為這件事也是 免得我老公要幫我決定 在我清醒的日子 她說我決定了 那你就不用做最後決定那個 因為最後決定那個 永遠都很痛苦 那時候 A plan B plan B plan C plan 整個文件 簽了 簽了 我不管 我全部簽了 但是我很順利 我的A plan 最簡單的那個 已經完成了 然後醫生還說 你最短時間出得遠 然後我說 為什麼 她說你突然下床 記得去餵奶 整件事很輕鬆 其實我有時候 都說是感恩的 到現在 所以有時候 有人問我 你對小孩有什麼要求 健康就可以了 不用 不用很多要求 聽著陳琦的經歷 看著她一邊說 一邊哭和笑 感受到她是一個 堅強又感性的媽媽 她最後都不忘感謝身邊另一半 我多謝我老公 她幫我教 她真的幫我教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兩夫婦 大家的職責都很重要 老婆有老婆的職責 老公也有老公的職責 所以其實有時候 很多老公一輩 都會把責任 踢給老婆 因為老公要出去找石 老婆在家裡 照顧小朋友 經常投家 做家庭主婦 但我經常都覺得 兩夫婦協調是很重要的 就像今天我出來做訪問 我老公就幫我車女 接女課學 我跟她說 這裡不方便拍車 我老公這麼巧 今天不用工作 他就會負責接送 我載你去 然後他就去買菜 然後接上女兒 送了女兒回家 他就告訴我 你做完訪問 半個小時你打給我 我就會開車回來接你 你想想這些男人在哪裏找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兩夫妻就是這樣 互相協助 正如她如果要去某些地方開工 我會跟她說 老公我可以 那我都會載她去的 可能我在附近等你 又或者我放下你 你做完事 你這樣上下就告訴我 這些我叫拍攔檔 我們現在是情人 親人 亦都是拍檔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雙 Et fees cheaper 最便是 阿 итоге 會自於張 對 15 利沒有 充分 好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